大家好, 英国现在就逐步恢复正常了 从4月12号开始, 很多non-essential的店铺都已经开门了 如果你去high street, 或者shopping mall, 到逛街的时候 发现了很多你比较熟悉的老牌的百货公司、tosh shop, 很多的小店铺都已经closing down 很多人还在找工作 还有很多链B&O护照来英国的香港人, 很多都已经试图好了 找到屋住, 小朋友回学, 车又买了 所以想找份工作做一下 有些人一直在打工, 一直在找店铺 他们想自己创业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去密室监外卖店做 现在是晚上7点3个字 应该是夏令时间 我们吃完饭就出去游车河 请大家和我一起游车河 一边听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分享 买英国外卖店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freehold 一种是lease freehold 即是整栋物业买出来, 自己做业主 不需要每个月交租金 而且英国很多店铺是下铺常居的方式 英国这旧建议的名积很大 我见过一些外卖店, 楼下是外卖店 再楼下是一个basement 楼下就放几个大的冰柜 楼上就住人 有些是三房, 四房, 厅, 厅, 厨房 什么都齐了 那就很方便 更加不需要担心 业主又加租 因为你整栋物业都是你自己 但有几样东西我想提醒大家 在六七十年代 英国的经济就一样了 政府鼓励大家出来创业 每个人都想自己做生意 又没有资金, 怎么办呢 政府在这段时间内放宽了政策 只要你的住宅符合他们的条件 你就可以自己开店做生意 其实都很简单 最主要是把你底层的其中一块玻璃 改装成一块大玻璃 比较低, 比较大 使得其他人在经过你的房间 可以看到你里面做生意 买什么呀, 可以看到 接着呢, 就是批评到申请, 牌照 就可以了 所以有时, 开车经过那些地方 为什么这里全部都是住宅 突然间零零丁丁, 里面有一间外卖店 就是这个原因 那时候, 生意很容易做的 因为没有这么多家外卖店 没有这么多竞争 所以那些人一做就做了几十年 那现在开始老了之后 他就想拿店铺卖出去 因为他之前赚到的钱 分分钟他买了一间新屋 所以你去买这些 Feehole那些 你就要留意一下 他的店铺是否很旧的 有些地方你留下是做饮食的 因为你有火啊, 会比较危险 如果你是在楼上住的话 那要求就高很多了 那你就试过有个这样的案例 那些消防员来检查你 防火设施 他一定去你楼上看看 他会觉得 看看你的门 不是防火门 然后楼上有什么住人 如果你楼上有床 有些被子 就能证明到 你有人在上面睡 那你跟他说 不是的, 我是在楼上摊下 我一早回来做事 上班之前我摊下 他还会叫负责人签名 保证你楼上是没有人住的 到时如果要发生什么火警 所有的责任都是你负责 那有些说 不行啊, 我想去楼上 我家整家人都在楼上住 行, 没问题 那他就会告诉你 你需要符合哪些要求 才可以去楼上住 有些是包括施灵 防火墙啊, 防火门啊 其实呢, 如果真的要做这些东西的话 那个费用真的很贵 那你做完之后呢 就要请他过来 帮你查一下 OK了 那你都才可以去住 有些做的施灵 是影响到你上班 那你都不能开门 还有呢, 关于吃棉的 英国政府呢 在1999年之后呢 就全面禁止了 采用那些石棉的 那如果你的建筑比较老一点的话呢 那可能有可能呢 是采用了这样东西呢 那你可以要求对方呢 就请有专业牌照的师傅 拆除了它 或者抹封了它 好了, 接着呢 你又看看这些搵食工具的了 那你一定要开一下它那些抽气啦 听一下那些声音 顺不顺 因为有时那些抽气呢 又是坏了之后 弄一弄又很贵的了 那看完之后呢 你就看牢头的了 有些是五个牢头 前三后二 有些呢 前四后三这样的 那如果你看一下牢头呢 它有些火种 好吗 那些火烂不烂啊 那要看一下那个角炉 看看油煲啊 有没有流油啊 那这几样东西都很重要的 因为你有时呢 你做了一间店 刚刚买了一间店 你不想做那样 做那样 又花一大笔钱的嘛 你当然想立刻可以上手 做生意啦 那你也要看一下 那出餐位 够不够阔啊 还有呢 你看那些冰柜啊 雪柜啊 可不可以啊 因为呢 它的温度都很重要的 那你看看那边柜呢 它温度有没有去到 乎十八或者以下啦 那你看看那个风柜呢 你也要看清楚 它的温度呢 有没有四五度以下的 那才ok咯 那才ok咯 还有呢 测一下波拿啊 还有呢 看看那些水啊 够不够热啊 你的芯盘够不够大啊 因为那芯盘一定要够大 方便你浸东西啊 洗东西啊 还有士多房啊 那士多房也挺重要的 因为呢 有些货呢 一定要放在里面啊 如果你买罐头啊 那整箱整箱的买会便宜一点啊 那如果假设呢 有些人呢 刚刚有间店是做特价的啊 那如果好像一些膠盒 或者做特价的啊 那你想买多两箱的 那你也会放啊 是不是呢 当然啦 周边的环境都很重要的 那你如果在这个区呢 比较困的 那你晚上做事的时候 都不是很安心的 因为怕那些人啊 或者喝醉了啊 或者他喝醉了啊 或者他喝醉了啊 那人来买餐的时候 他又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啊 那都会很麻烦咯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看他家店的生意啦 那你看自己咯 如果你看自己的 預算去到哪里 如果假设你的預算 預算不是很高的 你两夫妻做啊 上星期尾 请一个partout 你帮忙啊 那这样 那你就可以找一个生意 就比较静一点的生意 那你也要去看生意的啊 以前呢 人家就教我们 喂 你现在去看生意的 星期尾才去看的 星期头多数是静一点的 那些人是备货的而已 星期尾呢 那我就觉得不是咯 如果看生意的话 当然整个星期去看的啦 因为你星期头 人家说很静很静 那静到什么程度呢 或者真的没有生意 只剩下几张单 还是都可以做一下 有得做一下 那有不同啊 对吧 当然啦 你去看生意的时候 你一定在厨房啊 楼面啊 那是社会看的啦 对吧 那你主要是留意一下 那个厨师的出品啊 那些司机的质素啊 或者楼面的服务态度啊 当然啦 你也要看一下 最重要就是 他那锅咖喱 买得多不多咯 因为很多人呢 都是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说 你家店铺咖喱啊 椒盐啊 和那些古佬啊 买得好的话呢 那你这家店的生意呢 都不会拆去哪里了 那英国外卖店呢 那有些时间呢 都会比较静一点的 譬如呢 过买圣诞生年之后 那一两个月呢 那就比较静一点啦 那因为那些人过完 大事大折之后呢 那些人过完大事大折之后呢 那买完卡 四日分分钟要还卡数啊 然后要交那样交那样 那还有呢 就是小朋友 就是开学的啦 那等小朋友过买暑假之后呢 准备开学呢 其实呢 这里的家长是要洗一筆的 那又帮他买校服啊 准备那样准备那样啊 或者又开始参加一些 补习班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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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直接是出去度假 整个月都不回家啊 那会静一点啦 那个地方 那个区域的生意 还有啦 大家都知道啦 英国人很喜欢足球的嘛 那如果今晚呢 有一场很重要的赛事 假设离物浦对曼联 那分分钟是打比赛的那段时间里面呢 是没有什么生意的 因为个个都很认真地看着他比赛啦 那都不出奇的 哇 说下说下 好像那条片好像太长了啦 那我V-Hole就是说到这里啦 V-Hole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呢 就是说 你自己都要清楚呢 那个契约呢 你是永久拥有 还是99年租约的 如果说是99年租约的话呢 你都要知道 还剩下多少年啦 那我下一条片呢 就是讲下这事啦 当你想去租一间店铺来做的话 要注意个事行啦 好了 以上呢 全部都是我在英国这么多年呢 一些experience啦 那如果你觉得呢 我哪些东西是说得不对的话呢 希望你指正我啊 多谢细你先 希望呢 对你们有点点帮助啦 如果你喜欢我这条片的话 麻烦你赞啦 share啦 comment 和subscribe 多谢你的支持 那下一集呢 我就带你去 纽卡素附近的 Waley Bay 一个海滩去看一下 好吗 那好了 下次再见啦 拜拜